神秘的第六代战机 战斗机怎么现在到第六代 有没有第七代 第七代后年吗 也不知道 将来一定会有第七代 目前就是有研发的 最多到第六代 可第六代没有飞机 连设计图都机密 但是有在设计 那什么叫第五代呢 第五代就是像美国 俄罗斯 欧洲 中国最新的战斗机 是目前第五代 然后台湾的第四代 所以台湾跟中共如果武力犯台 那个空军就吃亏了 因为中共是第五代 台湾第四代 就是美国 欧洲 欧洲先进国家 中国 俄罗斯 这些 当然还有少数一些国家 有第五代战机 那第五代跟第四代怎么比呢 就第四代就是 第五代 第五代就是逆宗 雷达 不是说百分之百 就比较政策不到 大部分情况政策不到 那第四代看得到 雷达看得到 像台湾的飞机看得到 那中央飞机开始第四代 第五代 第四代政策到 你看得到的话 雷达可以显示 这个飞机上去拦截 或者高 不是高车炮 飞弹 就把他拦截掉 那第五代开始 看不太到 不是百分之百 但基本上看不太到 那叫逆宗 它的宗集一逆起来 常逆 那飞机你飞过去 要去轟炸 人家看不到你 就占优势 所以美国 为什么打这个伊拉克 中东的战争 为什么占便宜 现在战争 不是人跟人用枪 用炮在打 我飞机 我第一个 不是打你的军队 美国就是 我不打你的军队 我先把你指挥系统 把那个雷达 情报站 把他摧毁掉 就像虾子一样 然后定义部队接触的时候 那也是一样 美国军人 我晚上跟你打 所以伊拉克说 来啊白天 一队一单挑 你一百个人 我一百个来单挑 然后再演题 后面看谁准 不是啊 美国晚上我跟你打 为什么 晚上看不到 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看得到你 看不到我 我也是近 所以伊拉克 没办法打 第一个 智慧系统 你被谈破了 第二个 单民说这样 晚上打 那么白天美军不跟我打 晚上我看不到 你看得到我看不到 那怎么打 你说坦克 坦克也是这样 坦克也不一定都在平原看过地 有时候高低起伏 两边看不到 可是美军的坦克 我看得到你看不到 为什么 搭配那个直升机 像外星人一样 在上面 传坐标下来 哦 坐标你不一定眼睛看得到吗 坐标传出来我就发誓 所以伊拉克 没办法打 刚才投降 第一个 我指揮系统被你打掉 这个 情报无法传递 雷达 雷达载被破坏掉 第二个单民作战 你白天不打 晚上打 我看不到你 你看得到我 我怎么死都不知道 连坦克 坦克都说 我还没看到你 美军坦克 我就被你炸掉 没办法打 刚才投降 那第六代战机呢 那又比第五代 第五代已经立宗了 那第六代就是啊 更立宗 就是几乎希望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那说第五代为什么呢 第五代已经是立宗了 可是 道高 一死魔高一丈 进攻的飞机我立宗 可是防守的方面 只是我雷达的技术会改进 你用特殊的涂料嘛 你用这各种角度啊 可是我的雷达在进步 所以慢慢慢慢有破镜 那第六代呢 我就根本 心目上你完全看不到啊 所以第六代战机啊 跟第五代战机 外星上就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关系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雷射武器啊 没有垂直唯一 你看 第六代战机没有这个东西 目前看到没有这个垂直唯一 垂直唯一一般就是 一个 或者两个啊 就是可以控制方向嘛 啊 啊 这个 没有了 没有唯一 然后 飞机一趟进气口嘛 进气口嘛 一般是在左右两边啊 然后机身的下半部嘛 欸 掉到上面去了 掉到上面去了 所以第一个 没有唯一啊 第二个就是 进气口弄到上面啊 至于什么原因 待会再讲啊 下面啊 有的是像固定啊 像没什么资料 资料都不选 因为这种最高机密啊 啊 就是可能在啊 鼻头的下面啊 或者在 反正就机身下半部啊 大家要靠近前面啊 就可能在这一段距离 激光武器就是雷射武器啊 但是它的防卫性啊 但是攻击也可以攻击啊 主要是空中对空中防卫啊 把那个啊 挤落对方的飞机啊 或者是 挤落飞弹啊 搭配雷射武器啊 等等等等啊 当然还有协同作战啊 搭配无人机 你待会再讲 就是 就是完全是革命性啊 革命性的 新的战斗机啊 第六代 就像苹果手机嘛 啊 苹果手机有时候 每次创出新的一代 哦 好失望啊 没什么变啊 有时候某一代 新的一代 哦 不能多好多 就这个意思嘛 第六代啊 就第五代比 第四代啊 就是多逆中啊 但是第六代 不但是逆中啊 希望百分之百啊 然后还有多其他啊 其他新的一些很多 革命性的 一些新的科技啊 就第六代战斗机啊 开心情啊 当然啦 第七代 连第六代都还没出来 第七代不用谈了 但是 当然看我们 看我死掉之前 有没有看到 第七代是 大概是 有哪些新功能啊 也许等得到 也许等不到啊 我们先看一下 第五代最新的战斗啊 台湾没有啊 中国有啊 我们先看啊 这个就是逆中啊 就是有特殊的涂料 还有一些角度啊 美国F22啊 F22啊 本来是老飞机啊 可是它又改装啊 更新啊 然后搭配啊 但是它现在已经停产了啊 停产了啊 因为它秘中 它有两种啊 F35还在生产当中啊 因为F35更新机 可是F35太贵了 太贵了啊 本来当初就是用F35取代F22 可是后来太贵了啊 事实上也是有点瑕疵啊 就是两岸并城 两个都有啊 但是F22停产啊 因为它整个架构是比较老旧啊 可是加上更新新的这个秘种啊 所以美国F22啊 涨胶子啊 两个卫一啊 左右两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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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进口啊 没有雷射啊 那现在 大部分的飞行员就单人坐啊 不需要两人坐啊 因为这个主要是靠 靠电脑啊 靠仪器啊 所以不需要两个人 然后这是最显进的F35啊 但是看起来也还好啊 也是 这个 有尾翼啊 看起来倒没有说很特殊啊 F35 它內徵效果也很好 俄羅斯的叫SU-15 或是SU-75 也是這樣 所以大概大同小異 第五代戰機大同小異 就是雙垂直尾翼 然後翅膀都會做得比 先開一點 三角形的 然後中國的殲-20 你看有些垂直雙尾翼 現在都擔任著 張若基擔任著 幾乎都擔任著 長這樣子 然後中國有一個F-C31 但是沒有生產 還在試費當中 也是雙垂直尾翼 長這樣子 這都是第五代最新機 有些已經量產 有些還在研發當中 然後土耳其也來參與講 土耳其的 TFX第五代戰鬥機 也在研發當中 因為這不好做 這已經是最先進 不好做 所以還在研發當中 因為涉及到很多高科企業的東西 也在研發當中 因為這不好做 因為先要研發 研發 然後要做一個原型機 原型機 是非 然後再開始量產 印度也來了 M、C也是研發中 印度飛機 但基本上第五代戰機 都大同小異 長這樣子 那伊朗 伊朗這個還要簡單一點 它也是征服者 313也是研發中 大概目前最新技 就是第五代戰機 大概是這樣 就是主要是逆中 當然 這個 除了逆中以外 也要機動性比較強 還有電腦的功能 要比較強 放爆面 這一技主要是講第六代 所以第五代是前面介紹一下 大概是這樣 第六代戰機 最新技 全線沒有 還沒有一個做出來 沒有 你說明年會不會 也不會 後年會不會做出來 應該還不會 還有 還有好幾年吧 這次已經開始設計了 但是 還沒有採購 因為美國科技最高 速度 比較低 所以美國現在 也不是國防部 就是美國空軍 當然也要進步 國防部同意 核准還有最後總統核准 就是以美國空軍 空軍就說 確定要做 你就採購了 那當然 合作對象就是 波音 洛基德 馬丁 雷神 克魯曼 這些公司都是長期合作 連美國 美國都是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都是搞民間的 承包商 都是到這些大公司做 所以說 有些人 我是馬尻理工學院 我史丹普 我叫的蠻加大 什麼畢業 最先進的 不是到這個 不是到這個 微軟 甲骨文 這些公司 最頂級的到哪裡 第一個到那是 太空總組去 最頂級 到我們一般民間 最頂級的到比爾蓋茨 到這個微軟 到蘋果 上班 但是不是 第一流的是到 那是要去 航太總組 還有 到這些公司去 你到這些公司去 等於是移密條 保密 要簽保密協定 你到微軟 到蘋果 你還是正常上班 或者半導體公司 就是 你還是要簽保密條款 你不能外洩 但是基本上 就是一般的民間 可是你到NASA 那開玩笑 那很隱密的 尤其你到這些公司 你到波音 當你如果是 設計民航的飛機 那就好一點 因為它是兩個都做 不像格魯門 格魯維希特馬丁 就專門做這些 戰鬥機 轟炸機 所以第一流的是 到這些公司 到NASA 或者到國防 承包商 高科技的公司去 因為這都是國家機密 所以第六彈飛機 由於是相關各國的機密 一直只有假象圖 但是現在 這個外界搞不清楚 現在原型機 就是 有可能已經有 有原型機 但是它程序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幾家公司 要招標 那美國現在還沒有開始招標 也許什麼時候就突然有一個新聞說 美國開始要招標了 招標加評比 那你不能說招標再來設計 那來不及 因為這個 大家訊息 美國國防部空軍跟這幾家承包商 那關係好得不得了 哥們啊 兄弟啊 大家早就知道 因為這個第六代戰機 是早就要開始研究 不是幾年才研究 不是去年前的 所以大家已經早就開始研究 但是你前面 你要自己花錢 那沒辦法 你沒有得標的話 那你花的錢就是大水漂了 但是沒辦法 那你得標的 你就狠狠地撈一筆 但是你前面就要花錢 就要下個賭注 你不能說 這個美國國防部啊 你給我錢啊 我來研發 那沒這回事 那有沒有什麼補貼 或者科技合作 那也許有 我不知道 反正你前面要自己去研發 隨身原型機 有可能 又出來了 這個密密 誰也不知道 如果有人說他知道 那就胡說八道 最高機密 所以只有加強圖 那我們看看 加強圖 加強圖總可以吧 這個 實際上動軍事的很多 可能有很多 所以內行人 畫畫加強圖 根據已知的資料 畫畫加強圖 這是沒問題的 這些都是加強圖 沒有什麼飛機 可能用電腦動畫 有什麼畫出來 沒有這飛機啊 還沒有在飛嘛 沒有嘛 加強圖 看起來好像真的一樣 但是你看 第一個 這就跟第五代戰機長得不一樣 沒有垂直圍移 沒有啊 沒有垂直圍移 怎麼控制方向 就不好控制啊 但是像這個進氣口 還是在左兩邊 還不是最先進的 就是它本身啊 但是雷達 這個雷射 這邊看不出來 這邊看得出來就是 整個比較平啊 然後 駕駛座也不太一樣啊 最主要就是沒有垂直圍移 通風口這看不太清楚啊 這是 美國的 應該長得就 甚至說有點像推電量 整個很平啊 這個還沒有很誇張啊 我們待會看比較誇張的 那這中國啊 中國這個好像就誇張一點啊 但中國這個講起來 也不是很標準啊 因為它還是有兩個垂直圍移啊 但在兩側啊 但就不在後面啊 整個也比較平啊 但是這樣子做 吐起來這個不太好吧 因為這樣子做越 因為擾流啊 擾流越少越好 這是中國啊 第六代加強圖啊 那這是俄羅斯啊 你看俄羅斯啊 你看俄羅斯的平一點 你看前面嘛 駕駛座撥一下 中國道路都凸起來啊 這個你看 這美國的也是整個啊 好像是一個流線型啊 不像中國道路都凸起來啊 這比較不吉不得了 這是俄羅斯啊 也是一個加強圖啊 都沒有這飛機 沒有啊 頂多就是原型機 而且可能只有美國有原型機 其他的國家可能啊 可能有做一個外型出來啊 但是原型機叫能飛嘛 能飛在原型機嘛 你光做一個殼子啊 好看一點好看一點啊 它也還不是嘛 要能飛嘛 然後這個德國跟法國啊 歐洲也有嘛 現在大概有能力發展 第六代就是美國當然沒問題嘛 中俄在研發 當中國的技術 中國的大內巡嘛 它什麼都做得出來 但是等真的做出來再說嘛 俄羅斯的科技底子比較厚啊 也有可能做出來的 就是歐洲啊 但是歐洲 因為這個研發經費太高啊 所以歐洲 沒有單一國家 有這個經費啊 都要合作啊 比如說啊 德國跟法國啊 英國跟西班牙啦 跟義大利啊 都是這樣合作啊 所以這邊就是德國跟法國合作啊 兩個國家合作啊 當然有好幾個組合啊 這樣子啊 你看它 這算不算垂直為一啊 反正就塗料 這種塗料就是逆中的 逆中的塗料啊 大概也是長這樣子啊 然後現在焦點來了啊 焦點來了啊 焦點來了啊 這些都是假想圖啊 看起來好像有一個飛機啊 但是不能飛了啊 那現在最新啊 它今年五月的時候啊 就開始有些視頻啊 一些照片出來 就叫原型機啊 美國嘛 出來啊 美國著名的國防時報商 格魯曼 格魯曼 反正格魯曼啊 雷神啊 波音啊 這些 這些馬丁啊等等啊 當然有的是專門做飛機 有的專門做航空母艦 有的專門做飛彈 有的混合的做啊 這些都是很神秘的公司啊 都是高科技的啊 格魯曼其中一家啊 格魯曼有像德國的名字啊 公佈了 就今年五月公佈了一個 有關第二戰集啊 這段視頻很短啊 很短啊 但是這個引起全球的軍事迷的關切 就是啊 它也不是專門介紹第二戰集 可是呢啊 在介紹的時候有 有的第六代戰集啊 而且一看就 內行一看就知道嘛 它沒有垂直尾翼嘛 但是沒有垂直尾翼是小事情啊 真正可怕的啊 除了沒有垂直尾翼啊 因為這個雷射啊 還看不到啊 看不到那麼細啊 因為這是他們自己公佈的啊 外人是不能進去的嘛 它也沒有特別介紹它的功能啊 只是說有順便拍到啊 所以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最厲害的是這個 這個通風口啊 通氣孔啊 一般的通氣孔在下方 下方的只有兩邊啊 它移到上面來了 這個是革命性的一個新的做法 因為那個在下面啊 比較不會影響飛機的飛行 因為飛行一定要有一個吸氣孔 通風口啊 通氣孔 它移到上面就很不簡單啊 那你說可以移到上面 要找就移到上面 就不好移啊 因為移到上面的話 就是說它會比較影響飛機的飛行啊 比較不安全 可是為什麼要移到上面啊 最終目的就是要逆中啊 所以它這第六代希望是啊 接近百分之百的逆中啊 除了這個塗料也要在進步啊 還有各種角度啊 還有各種角度啊 重新去設計以外 它移到上面啊 它逆中效果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以前在下面啊 下面它會兩個會露線啊 第一個下面啊 因為在下面啊 雷达就比較容易增成到一下部分 然後第二個 人家去不管是地面啊 或空中啊 去偵測你飛機啊 除了雷達以外 還有就是用熱啊 偵測你的熱能啊 譬如說你從地面啊 去偵測熱能 因為你通風口啊 通氣孔啊 在下面啊 因為它會排熱嘛 它會散熱 飛機要散熱嘛 跟那個機器要散熱嘛 在下面比較偵測得到 可是你在上面啊 它的熱氣是從上面排掉 比較不容易啊 所以這個是劃時代的啊 那這個就厲害了 它也是左右兩邊對稱啊 但是這個 駕駛艙好像也太突了一點啊 然後它這個 像鳥嘴一樣 前面稍微往下 往下 往下 往下一點點啊 這也是一個新的設計 不是那麼尖 其實它沒有垂直尾翼 駕駛尾翼就是穩定飛行嘛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高科技啊 可是駕駛尾翼啊 它主要是兩個缺點啊 第一個缺點就是說 因為駕駛尾翼就是一個板子嘛 不管是雙尾翼或單尾翼 雙尾翼的話 這個駕駛面積更大 當然雙尾翼更穩嘛 然後劉效果更好 可是 它的尾翼啊 不管一個兩個啊 它的板子啊 它當時有這個立宗的塗料 但是它還是多少會反射一點啊 那你取消垂直尾翼 就根本就不會反射嘛 這大概逆中的效果 所以逆中啊 除了急射以外 第一個 把這個 吸氣孔啊 放到上面 然後也減少熱氣流 往下散發 地面上比較整整不到 第二個 我就根本把垂直尾翼啊 取消掉了 不管一個兩個取消掉沒有 可是這個很難啊 為什麼 因為它是 穩定嘛 穩定推起嘛 那你說拿掉以後 然後推起又不穩嘛 但是也不一定啊 你看很多鳥啊 鳥也沒有垂直尾翼嘛 它也肥得很好 因為鳥可以用翅膀來控制嘛 可是翅膀可以動啊 那飛機翅膀不能動啊 就沒有像鳥那麼靈活啊 可是鳥沒有垂直尾翼 也就是說 它就是用這個 用那個馬達啊 引擎啊 引擎啊 引擎它改變方向 要用電腦去計算啊 就是它不斷地在調整啊 所以這個太高科技了啊 因為翅膀飛的時候不穩 可是它這邊用這個啊 用這個引擎發動機啊 還有這個氣孔這邊啊 它不斷地改變角度啊 不斷地電腦在運 在計算啊 那飛機飛的話 真的太高科技了啊 就我們也不是那個好人啊 也搞不懂啊 但是這個很爛 那美國另一家著名的飛機製作者 洛克希特馬丁啊 它不久前公布了一張第六代 戰績的模擬圖啊 它不像這個啊 不像格魯麥 格魯麥故意擺出來的一個啊 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啊 就是給你看一下啊 長這樣子 它有實體嘛 這個有可能就可以飛了啊 所以有可能領先 也不一定啊 也許 也許 洛克希特馬丁又有原型也可以飛 那它不講嘛 不講 那它只公布了一個 第六代戰績的一個 文理圖 這空中加油啊 你看也是嘛 沒有誰之為意啊 沒有嘛 但是這個 銅線孔啊 這個 這樣看起來啊 可能還是在下面 這樣子也看不清楚啊 就基本上都比較平一點啊 然後 波音公司研發的第六代啊 模擬圖也是長這樣子啊 長這樣子啊 你看 所以第六代戰績啊 就幾個嘛 第一個 有可能啊 這個 通氣孔啊 吸氣孔啊 就是做更隱藏啊 所以像那個 前面的 哥羅馬最好 就根本移到少民那輪 科技太高了 佔很大優勢啊 那有的把它 往裡面塞一點啊 比較 不會顯露出來 但是最明顯就是 垂直唯一沒有啊 當然有著雷射啊 雷射武器啊 比較沒有顯示出來啊 另外啊 還有丁石家啊 這不是一個雷射啊 這是 克雷射啊 克雷射啊 克雷射就自己沒辦法做啊 雷射也沒辦法做 但是這兩家也是大公司 有些雷射啊 兩家的合作啊 第六代戰績長這樣 這裡有點像幽浮啊 好 像大鳥 海鵬啊 也是沒有隨之為一 但是 吸氣孔還是在下方啊 所以像 吸氣孔啊 飛行機也是個路嘛 他已經跟了一上來 這都是假象圖啊 那另外啊 第六代戰績啊 預計搭配雷射武器 這次也是示意圖嘛 因為沒有一個飛機真的在飛嘛 也許有飛 大家不知道 也許晚上飛 或怎麼樣不知道啊 沒有這個訊息啊 可能還沒有真的能飛上去啊 因為它這個太難說啊 所以這是一個示意圖啊 這個可能是從機筆下方啊 有的是從機身下方 譬如說攔截飛彈 它只要是防禦性啊 不是攻擊性啊 譬如說 起落飛彈啊 有時候飛彈對飛彈嘛 可是飛彈你能 飛機戰鬥機能裝幾顆嘛 可是雷射光就不一樣嘛 比較可以多次發射啊 可以攻擊啊 攔截飛彈 或者是攻擊其他的戰機啊 這就很厲害啊 但是 這各方面的資訊太少了 太少了 我這邊只是近年裡的搜集一下 做一個隱身的啊 因為這方面的機密嘛 這個誰也不肯講 那你說軍事專家都是在猜測嘛 因為你真的在內部 研發人他不可能講嘛 有簽保密條款嘛 都是外面的人啊 就是都在猜測嘛 猜測可能準 可能不準啊 那我們看看 第六代戰機啊 戰鬥機到底哪些突破啊 第一個 左右兩個進氣口 本來一般都在機身下方 比較好做啊 但是有可能改到 像隔離我們就是一到三方 但是科技就是非常大的突破 因為它這樣飛行的時候 會比較不穩定啊 這就很難了 可是它會減少啊 減少這個被雷勢啊 這個偵測到的風險啊 第二個 沒有機身後防的垂直衣 不管一個人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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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逆中的效果會加強嘛 就是不會被雷拉波偵測到嘛 不會反彈嘛 可是這個科技 這兩個科技都非常高啊 如果有垂直衣的話 飛的就不穩定嘛 所以它電腦機密計算啊 用它的引擎啊發動機啊 裡面可以改變方向啊 那個叫做什麼啊 那個叫做 向量啊 向量的引擎 方向的向啊 就是說它可以改變 在改變引擎的角度 一般引擎嘛 發動以後啊 它推進就是固定的方向 像那個垂直衣啊 像英國那個 海英式啊 戰鬥機啊 它就是 往下一噴射 就是像直升機啊 飛上去 它的引擎啊 是可以改變方向啊 那像這種第六代 就是有那個意思啊 它可以改變啊 當然 它不是垂直飛啦 但是因為它垂直衣 拿掉了以後啊 它氣流飛得不穩定 它可以控制啊 它發動機的角度啊 讓飛機穩定的飛行 大家要經過 電腦不斷的計算啊 就看氣流哪裡不穩 然後它不斷的在改變 它這個 發動機的噴射的這個角度啊 所以這都非常高科技啊 在機身下方裝置啊 這個是 防禦型 不是攻擊器啊 防禦型 雷射武器啊 這就厲害了 那雷射武器早就有啊 美國是一般 配置在 戰艦上面 戰艦上面 地面上更有啊 那飛機上還沒有啊 所以這三個都是革命型的 化石代新產品 那還有跟旁邊的 無人鳥基 協同做了什麼意思啊 現在的戰鬥機啊 當然是 比如說一個小隊 一個中隊啊 一個大隊啊 比如說幾部飛機啊 但是以後的第六戰戰機啊 當然還是一群在飛 可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啊 就是 好幾架飛機飛出去 而是跟搭配旁邊的無人機 叫無人鳥基嘛 鳥基的同僚嘛 一起飛啊 那有可能它跟有人 有人 有駕駛 有這個飛行員的啊 好幾部戰機一起進行啊 行動 但是呢 它只要一出動 它就旁邊有好幾架 可能一架 兩架三架 就無人機啊 無人機啊 各有各個 就是減少人員的傷亡嘛 就是用電腦控制啊 當然電源也可以控制 聊機啊 但是 第六戰戰機本身就可以啊 因為 一部飛機啊 它雖然有雷射 可是雷射是防禦型的 那照彈帶的有限嘛 那你旁邊搭配一架 兩架三架 那無人機嘛 反正炸掉就炸掉 上面沒有飛行員 叫無人機嘛 它上面也可以裝炸彈 這樣也可以多炸一點 但是 這些無人機沒有人嘛 都是用電腦控制啊 就是直接 第六代戰機飛 所以以後 第六代戰機飛行啊 責任就比以前更大 壓力更大 以前是我自己飛嘛 我就管我這架戰鬥機嘛 不是啊 當初電腦控制啊 人沒那麼厲害 可是當然還是要看一下電腦嘛 就是 你只會譬如旁邊配兩架 無人鳥機啊 都帶炸彈 其中一架鳥機要去炸哪裡呢 那你去炸哪裡啊 當然用電腦控制 可是飛行員要看一下嘛 或遭受攻擊的時候 而鳥機啊 我控制你去 先把那個幹掉啊 所以 所以以後的飛行員的壓力啊 責任來得更大啊 顧我們就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啊 那我目前看啊 所謂的第六代戰機啊 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管理啊 當然講第六代戰機只是一個簡單的講法啊 但是大概分為幾個部分啊 就是你說次世代制空權啊 這是一個名稱 它也是第六代啊 FAX戰鬥也是第六代啊 這個第六代只是一個簡稱啊 那俄羅斯的系統也 這個啊 PAKDP也是第六代啊 然後歐洲的法國 德國西班牙 新一代他們的名稱不同啊 也是啊 新一代的他們叫新一代戰機啊 但是第六代戰機是同稱啊 然後英國跟意大利 日本三國合作交到全球 作戰空空計劃啊 那現在一般呢 一般的第六代戰機主要是講次世代 像次世代的制空權啊 是這樣子啊 你看全部開發中啊 還沒有哪一步做好啊 所以啊 就是次世代制空權啊 反正是全部都第六代啊 就是洛克希特馬丁 跟波音兩個在做啊 然後這個 FAX是波音跟洛希特馬丁啊 當你說格魯曼 格魯曼這邊資料沒有顯示啊 格魯曼也在做啊 格魯曼也是次世代制空權啊 這是這邊沒寫出來啊 俄羅斯用米格嘛 那你說中國為什麼沒寫啊 中國也在研究啊 可是 因為中國比較封閉嘛 資料難以取得啊 到底做得怎麼樣 而且美國也不太相信做得出來 所以這個標課就沒有把中國放上去啊 但中國說 噢我也研究啊 我也不知道很大的突破 可是搞不清楚啊 你到底講真的講假的搞不清楚嗎 因為其他嘛 俄羅斯大概多少知道一點 其他歐洲大概有軍事同盟 軍事資訊交換比較了解啊 所以 法國、德國、西班牙是 達蘇航派啊 還有空中巴士啊 國防航天他們共同開發的新代戰機 大概長這樣子啊 然後 大概就歐洲兩大系統啊 另外一個就是英國啊 你看這個六個國家不重複嘛 等於是 德國跟法國啊 西班牙三個一個團國嘛 然後英國、意大利啊 日本科技的先進嘛 這三個又聯合起來 全球作戰空輪計劃 三明中共有名了嘛 所以 你不要看日本啊 日本是以二次大戰啊 跟德國啊 戰敗了 可是他們科技技術還在啊 所以日本你看二次大戰說 零四戰鬥機啊 那時候多厲害啊 而德國 德國的那時候啊 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 斯魯加特啊 那些這個戰鬥機 轟炸機啊 都已經非常先進啊 德國的坦克做的 全世界坦克做的最好啊 他的戰艦以前 還做出最大的戰艦啊 當他沒有航空母艦啊 戰艦做那個 彼此蠻好的 很厲害啊 所以你看有德國嘛 有日本嘛 雖然是戰敗還跟他的工業技術在嘛 這些啊 那我們再看看 一般所謂的第六代戰機的定義啊 第六代戰機就是一種啊 很多國家 大國 已經盡概念提案 不但有這個概念 而且已經開始研發了 戰鬥機最新一代啊 他就在第五代戰機啊 就是無超嘛 無超就是什麼 超英書啊 超隱內啊 超資訊啊 超電腦啊 超靈活啊 這些啊 有無超啊 標準的基礎上 更加強啊 運行就希望能夠百分之百 還有駐電光電啊 這就是太先進了啊 光電的行列啊 裝置啊 電子 電腦 電腦系統啊 這些光電東西啊 以及解約成本費用啊 尤其是經濟化 因為戰鬥機以前做太貴 尤其是F戰術 太貴了 希望能夠節約A點啊 智慧性輔助 還有無人 剛才講的無人療機啊 等等啊 是一種資訊化 戰場下的武器啊 所以理念上啊 學術機啊 主流認知啊 第六代戰鬥機啊 基本的特徵啊 基本的條件 大概有這幾個啊 第一個 比第五代引擎能力更強的 就是引擎立中 引擎就立中嘛 就能力更強啊 譬如說這個 以前的第五代 剛出來的時候也不錯啊 可是 這個 世界各國啊 在雷達的偵測基礎上 也會突破嘛 所以第五代就是 也慢慢也可以被破解啊 要多少偵測得到 那第六代就是 希望完全 完全偵測不到啊 所以他才要把這個 這個七六口啊 要往上移啊 然後垂直啊 垂直啊 垂直為一啊 把它取消掉啊 還有超音速啊 還有巡航能力啊 不斷的 不是只有超音速啊 要持續的超音速啊 這也是很難啊 所以這涉及到 他的發動機的革命性的改變啊 然後 將搭配主動式啊 他主要是防御性啊 這個小型雷達 或是投射 攔截飛彈等等啊 就剛才有張圖片就是 射出激光啊 射出雷達啊 攔截飛彈 或者去試啊 去架飛機 雷達啊 飛上當然的雷達啊 將採用主動式啊 相偽陣列的雷達 和更新興的技術啊 有控制會型的感知電腦啊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一般用的電腦啊 都是小Case啊 真正 先見電腦之後 國防在用 大型電腦啊 所以我們一般叫 個人電腦啊 小電腦啊 跟那個 學術單位的啊 國防單位 哪有比 那差多了啊 所以我們現在 個人電腦 你買的 不管你最先進啊 最先進的電腦啊 不管是 i3 i5 i7 什麼 到國防單位 小Case啊 根本什麼都不算 那連接衛星和大量瞭解啊 戰場系統 形容作戰 有控制多價 五人級的公眾消息指揮能力啊 這就是革命性啊 那是全國啊 國防科技流的美國啊 在研發第六代戰機當中 預計至少會有一下三家 至少啊 到時候到時候 有第四家 第五家 來參加這個招標工程啊 但是這三家可能已經最高啊 最大的啊 洛克希特馬丁集團啊 啊 波音公司啊 一般叫格魯曼啊 洛斯洛普 格魯曼 一般就叫 洛克希特馬丁嘛 聯起來 波音嘛 格魯曼嘛 這三家公司啊 當然這三家公司啊 能力都好啊 但是 目前看起來啊 洛克希特馬丁的勝算比較高啊 嗯 高的地方就是因為 它占有 既有的優勢嘛 什麼優勢 就是現在的F2 F2跟F3 就它做了 那現在的第五代戰機 兩個主流嘛 F2跟F3 就它做了 但是它要連續上 連續起來的這個 比較方便嘛 所以它當然是比較占便宜嘛 現有的美國第五代戰機 就它做了嘛 那第六代也由它做順利成招嘛 這樣可以銜接的上嘛 當然假設這樣講不一定啊 那波音公司啊 波音公司啊 波音公司會舉點劣勢啊 因為波音公司是兩個都做項目 錄克希特馬丁跟格魯門是專門做 當然他們也不只做飛機啊 飛彈什麼也在做 但是全球艇 還有航空民間沒有在做 那是別的機場在做 可是波音分散啊 因為它民間也做嘛 它是全家最大的民間飛機之外商嘛 還有法國工作 就等於歐洲啊 不能講法國 不能把歐洲嘛 以法國為主啊 這兩大系統嘛 沒說什麼其他國家不能做 其他國家 中國印度也可以做啊 可是第一個 你做得很貴啊 第二個 你這個維修保養 你這方面跟不上嘛 所以不是光是能做啊 就像疫苗嘛 疫苗你說日本有什麼不做 法國有什麼不做啊 它不是沒有能力啊 第一個它做得出來可能貴啊 第二個它可能要研發時間比較長啊 那就乾脆跑去 讓你美國做 讓你英國做 或者怎麼樣啊 那你說中國也說可以做 做得應該不成人沒用嘛 台灣也可以做 所以台灣自不量力嘛 日本都不做了嘛 法國都不做啊 這個醫學上面 醫療上面的科技 所以日本絕對贏台灣嘛 法國贏台灣人 人家都不做了嘛 人家都沒打過嘛 台灣就是 我就要做出來可以啊 你真的做啊 但是人家不承認嘛 跟中國大陸一樣嘛 你只能台灣大嘛 中國大自己大嘛 科興疫苗 高端疫苗 除了台灣說中國大 你就不承認嘛 你到別的地方 還是要再打一次 人家做得有什麼用 那波音公司第一個 它的力量比較分散 因為它是做很多民間的啊 所以它在做這個是力量分散 但是 這是一個啊 另外一個就是 它曾經有限移啊 因為它這個 英國的馬丁跟哥倫海 就是專門做啊 飛機的啊 軍事的啊 所以它裡面保密系統做得比較好 那波音公司裡面有民間做民間的嘛 所以人比較雜 所以它曾經謝國密啊 也被美國官播出發 所以這個會扣分啊 所以這兩個來看啊 波音的可能性 目前看起來小一點 那格魯曼啊 他是當烈士 就是現在的第五代啊 不是他做的啊 但他也不一定啊 因為他前面講過啊 他把這個進氣孔啊 把進氣孔啊 進氣孔啊 移到上面 哇這個先進啊 連絡著希特馬丁好像 還沒這個科技 所以萬一他得標呢 也搞不定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目前看起來 那麥克希特馬丁最佔優勢啊 因為像第五代戰績就他說了 那格魯曼他的技術 目前看起來好像很明顯一點啊 所以他第一個啊 畫了一條視頻 就說 為了這個東西 我已經把這個進氣孔 進氣孔 進氣孔 你移到上面 你看看 那麥克希特馬丁 不會你做得到嗎 有點示威的意思啊 當然這個意思 當然這個東西 都是最高機率啊 正式情況怎麼樣 誰也不知道 我當然更不可能知道 軍專家也不會知道 只有他們裡面的人才知道 所以目前大概是這種情況 就是這三家為主啊 目前看起來啊 最可能的就是 洛克希特馬丁 其次是格魯曼 第三個是波音 當然還有可能第四、第五 但是我也說啊 結果當作得標了 結果不是洛克希特馬丁 是格魯曼 有可能就是說啊 他的科技 在這個第六的戰績 他不一定嘛 他第五當然他輸了嘛 可是搞不好 因為格魯曼裡面的科學家 研發人家很厲害啦 搞不好第六的戰績 他的起初領先也不一定 到時候突然說 美國空軍 最後得標是格魯曼 那就表示說 他的科技最先進 當然這個到底怎麼樣 誰知道 天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以後再看嘛 那美國空軍計劃 就是美國空軍 空軍司令部 當然還有經過美國國防部 美國總統這些 最後統一 但是他 他眼裡是他眼裡嘛 美國空軍計劃 2030年還有大概六年多 在六年多時間之內 就在2030 也許2029 2028 不知道 要看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招標嘛 也許招標 今年大概不會啦 也許2024就開招標 招標 這些公司就去看看誰得標 那不管啦 反正就2023年前 他打算採購 其實部署200家 當然一定是跟這其中一家公司嘛 他不會說跟 弱西的公司買 100家 這買50家 那個買回來 不會嘛 這贏者全拿嘛 如果是弱西的馬丁得了就贏 那其他就 你自己前面研發 你就大水漂嘛 那我當時一定是 誰得標 就200家 都跟他買 叫部署 200家 三樓西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假設說是 弱西的馬丁得標 比如說 比如說明年開標 弱西馬丁得到 得到標了 那就開始 分年開始 當然很複雜 因為研發嘛 還有原型機嘛 要試飛嘛 試飛 然後再 先 生產第一代 第一代也不可能 200家 一屁股就 一直生產100家 風險太高嘛 原型機飛上去 打試飛 美國空軍啊 還有國防部啊 甚至總統啊 看 OK了 那也許先生產個20架吧 第一批嘛 我們的舉個例 不一定要加 有30架 有10架 不知道 小量先生產 第一批 散出來 試飛一下 再看看嘛 就這樣釣到車子 要看有沒有bug 然後一看 沒問題 修改修改 然後第二批可能再50架 再慢慢弄 這樣子 另外一個問題 假設這些飛機都成熟了 200架也真的是部署好了 下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美國的技術嘛 接下來呢 日本 歐洲 甚至韓國 台灣是沒那個份啊 因為台灣是要只能 美國只能賣防禦性武器 把一切公報嘛 台灣關係把這些東西嘛 台灣是沒份啊 日本 甚至有些盟國嘛 就北約 以北約為主管 美國說 那你們也賣我個20架 30架 到時候美國當個大賺一筆嘛 所以第一個 美國自己當一定先部署200架 然後大家看 肥的沒問題啊 果然是第二批戰機厲害 他說 你們買個10架 20架 那就看美國啊 跟北大西洋工業主持的關係 那日本不是北約啦 美國也去考慮說 好吧 英國買你幾部啊 德國買你幾部 法國 義大利啊 什麼土耳其啊 甚至日本 因為他要這個 因為他是太平洋起步倒裂嘛 也搞不好我部署幾架 或者美國 我不賣 但是我就是有部署 若干架 在日本也不一定 也原賣 所以到時候 第一個啊 就是說 美國什麼時候 到2023年會部署200架 然後大家全世界都在看 他到時候會賣給 那幾個國家 都是先進的 所以這集就 盡我的能力 還到我不是內涵嘛 也許會講錯 但是應該還好吧 看了資料 我只能用深入潛出方式 應該 大錯 應該不會有 細節 我也不可能講 也沒時間 我也不一定懂 就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神秘的 第六代 最新紀 好 這集講